等你很久了 看到黑甲人突袭而来 正眼神迷惘的方兮忽然浮现出一丝冷笑 下一刻 他的脸庞就化为一片清黑之色 有獠牙冒出 五指并拢 化为一拳 轰隆 在他身后 有一道高大的魔影浮现 做出同样的动作 神通法相 这是一些将肉身修炼到极致的体修 又凝炼众多天才地宝 才有一定几率出现的恐怖神通 一拳之下 方兮感觉纵然一座小山 也会被自己这六欲混天魔 与堪比杰丹后期的强大体魄给轰成碎片 四周虚空都仿佛在这一刻被凝聚 压缩 化为无形的恐怖距离 落在黑甲人身上 砰 几乎没有任何意外 这黑甲人身周的护体宝光 第一个碎裂 紧接着是拳套之上的利爪 手臂 盔甲 以及半个身体 只是一拳 这突然出现的诡异人影 就被方兮打掉了半边身躯 糟糕 有些过头了 没想到 这手段诡异的敌人 竟然如此之脆弱 方兮刚刚反应过来 神石所过之处 却发现那黑甲人神秘消失 连残骸都不见 心中又不由一领 扑 下一刻 一道乌光落在他几倍之后 撕裂了他的法袍 露出青黑色的磨身躯干 方兮转过身 便见到之前的神秘黑甲人 只不过此时的对方 连那套漆黑甲咒 都完好无损的样子 有趣 看起来不是杰丹老祖 方兮嘴角浮现出 饶有兴趣的表情 忽然大口一张 一道流光飞出 在半空中化为 一面诡异的白骨小帆 三阴白骨帆 在他法觉催动之下 此件法宝通体光芒闪烁 无数符纹交替亮起 丝丝缕缕的黑气汇聚 化为一头羽毛 仿佛由无数虫制组成的怪鸟 啾啾 怪鸟四体几声 便扇动翅膀 往黑甲人一扑 黑甲人双手掐绝 盔甲之上的符纹瞬间明亮 化为一个巨大的漆黑光照 怪鸟扑在光照之上 发出各种刺耳声响 你究竟是何人 方熙冷哼一声 大声询问 但黑甲人毫无情绪 唯有面甲之下的双眸 红光接连闪烁 强弱不定 三阶的傀儡 不 此种感觉 还需要再确认一下 方熙双手猛地一掐绝 怪鸟悲鸣一声 全身忽然炸开 化为一条条不断扭动的漆黑虫质 落在护体光照之上 无数漆黑虫质瞬间化为灰烬 而与此同时 那黑甲人的防御光照 也变得明灭不定起来 咔嚓 最终 伴随着一声清脆的碎裂声 黑色光照骤然崩解 细细的漆黑虫质 宛若漫天雨点 一般落下 不少直接钻入黑甲人体内 此乃三阴白骨翻中的一道恶毒禁止 但此时 承受了漆黑虫质入体之后 黑甲人竟似没有丝毫变化 不 在黑甲人甲咒之下 一个又一个黑色大包鼓起 砰砰砰 继而 截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 这黑甲人竟似乎被从体内爆破 炸得四分五裂 一道道黑气流散 但顷刻间又重新凝聚 化为黑甲人的身影 果然 不是人 见到这一幕的芳希 却忽然叹了口气 而是 杰丹吉的魔头 竟然能制服魔头 化为己用 这手法甚至令我感到有些熟悉 在斗法的同时 其实他一直有受到对方的干扰 不过对于修炼 隐魔觉的芳希而言 这种外魔的骚扰 笔之心魔考验 就要差上不少 他身形一闪 竟然化为一道乌黑流光 笔之冲向黑甲人 黑甲人更不言语 忽然单手掐绝 一道道漆黑锁链 自虚空之中浮现 落在芳希身上 区区魔气锁链 芳希双手一丝 无数铁链纷纷断裂 人也来到这黑甲人面前 黑甲人暴退 身法如梦似幻 但芳希的目的已经达到 他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 忽然张口一喷 一道漆黑流光飞出 在流光之中的 是一枚造型奇异的丹丸 或者说天魔射力 法修的金丹 是可以直接如同腰丹那般 喷出对敌 威力还其大无比的 扑 黑色流光 直接穿透黑甲人的虚幻光甲 在对方胸口 留下一个巨大的孔洞 下一刻 黑甲人身上 竟然燃烧起一种玄色的火焰 眨眼之间 这黑甲人便化为灰烬 而天魔射力轰鸣一生 竟然开始汲取黑甲死亡之后 所化的黑气 等到所有黑气 都被吞噬一空之后 才大为满足地被方兮重新收回 天魔射力 果然十分克制此魔头 难怪之前一直蠢蠢欲动 不对 被天魔射力击杀之后 此魔头再也无法恢复了 并且天魔射力汲取魔器 竟然令我都感觉法力大尽的样子 此魔头与天魔射力之间 莫非有什么联系 方兮神色阴沉 这头截丹魔头 若是其他金丹修士遇到 绝对要手忙脚乱 甚至被直接击杀的 结果 却遇到了自己的天魔射力 似乎被克制得死死 玉魔之术 莫非 这是天魔射力可以修行的法术 果然 我搜集到的道经只是残篇 凝炼天魔射力之后 应当还大有可为的样子 此魔头 必然是一位凝炼了天魔射力的修士 所炼制 驱使的 事情变得有趣了起来 方兮摸了摸下巴 忽然轻笑一声 赶来偷袭我 得做好被报复的打算 话音未落 她的身形赫然隐没虚空 消失不见 万化秘境 你们竟然是道工 余孽 火心子被一道道魔光串起 挣扎着说出一句话 余孽 一名身穿道袍 五官清秀 宛若女子的年轻人 听到这句 眼中顿时黑光一闪 她右手覆盖一层漆黑魔光 忽然闪电般突出 直入火心子丹田气海 将一枚五色流转的金丹 抓了出来 也不顾对方的哀嚎 只是将这颗武器轮转丹 擦了擦 便放入一个玉盒之中 小心收好 你们这些小丝仆役 不过是我师尊当年收下的狗 师尊练功出了岔子 便敢落井下石 最后自立门户 还敢通缉 我这个少公主 到底谁才是余孽 火心子早已说不出话来 自五官中流出血泪 而在两人周围 则有一道恐怖的阵法翻腾 无数黑芒冲天而起 四周躺着诸多金丹修士的尸体 大多已经肢体残缺 这一次也是难得机会 你们还敢利用万化秘境 这秘境 本少主可比尔等熟悉多了 少公主阴柔的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 武器轮转 黄泉天鬼 已经筹集得差不多 等到杀了那老骨头 再来一枚无边血海丹 便更好了 就在这时 她脸色忽然一白 猛地喷出一口精血 少主 旁边一位结丹 真人立即上前 看模样 竟是昆真人 您没事吧 无妨 我以天魔设立操纵的结丹魔头 被人彻底灭杀了 因此损失了一点元气 少公主取出一张素白手帕 擦了擦嘴角 竟然连心眼神将都 昆真人 漠然生出心惊胆战之感 他可是知晓少主派出心眼神 将是去做合适的 没想到竟然都覆灭 要知道杰丹级的魔头 几乎不拒绝大部分法术 与神通攻击 聚散无常 几乎是不死之身的 莫非那青木子身上 带有什么面膜至宝 昆真人如此想着 事已至此 多想无用 先将大阵之中的 金丹禁术灭杀 拿了无边穴海丹 与白骨设立再说 少主立鹤一声 双手掐绝 这座魔阵瞬间轰鸣 雾气之中 又多了许多隐隐约约的魔头 阵法某处虚空之中 一头体型庞大 好似由无数白骨组成的 巨大怪物 正伸出十六条手臂 支撑着四周虚空 一道道漆黑雷霆 火焰 打在白骨大力神魔高大的躯体之上 都只能留下一丝浅浅的痕迹 白骨真人 你这白骨大力神魔 还能支撑多久 在神魔脚下 还有几位结单修士 正在苦苦挣扎 一名真人终于恢复镇定 如今道工余孽回归 正是天降大祸 我等何该同心协力 渡过难关 正是如此 花飞夜点头赞同 哪怕处于此等生死危机之中 他依旧神色平淡 好似块石头 也正因为如此 他顺利躲过少公主 启动魔阵的第一轮袭击 在那一次偷袭之下 诸位真人与世可谓损失惨重 如今剩下的 也只有寥寥几个 若这些还都覆灭在此 那外界便是那少公主一统天下 中宪道宫辉煌了 这些真人之中 一人面色最为奇怪 正是余化 他行吞噬道鸡之法结丹 进展甚快 此时居然已经结成一颗无边斜海丹 若是自己辛苦修持法力 凝结此丹 余化起码要耗费数年苦工 但吞服树莓地缘果之后 却是相当于夺取他人努力 请客间成就 余化此时 却是满脸恍然之色 没想到 我在秘境之中 一切顺遂 竟然是那少主在暗中扶住 而其目的 居然是为了我的无边斜海丹 我说一切顺遂的 我说一切顺遂的